主要安关怀协会 长期对于家暴的防治推广非常用心 日前来到平山里活动中心 宣导家暴防治 现场充满紫色的气球 因为紫色是代表防暴的设系 姨员赖恩雪也期盼能透过活动 让民众更加了解家暴的知识跟概念 未来能落实在生活当中 今天来到我们的平山里活动中心 看到我们的平山里的李明 非常的踊跃出席参加 有看到阿公带阿嬷来的 也有看到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一起共襄盛举如何来预防家暴 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知识跟概念 未来能够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那么今天的活动设计相当的有趣 我们请到我们的这个老师 来教我们的长辈折气球 大家也知道说 这个紫色的气球 紫色是代表我们防暴的一个设系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紫色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如何来预防家暴 民众们也都非常踊跃的来参与活动 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 现场突然有气球DIY体验 还能更加深入了解家庭暴力 让妇女们更有保障 感谢赖燕学议员举办这个活动 让我们玩气球 折气球 可以知道如何来防止家庭暴力 让家庭更和谐 然后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得更幸福 也希望藉由活动的正向宣导 能让民众更加认识 了解家庭暴力如何防范 也期盼透过活动宣导 能减少家暴的发生 让民众的生活更加和谐美满 藉由这个宣传的活动 让你们有更加一层的认识 不管是肢体上的暴力 甚至于语言上的暴力 甚至于受到暴力以后 要如何的寻求协助 让这个里民都会有更一深层的了解 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上暴力减少的话 可以让里民更加和解 然后生活更加美满 现在生活步调急臭 精神紧张 导致家暴事件频传 期盼人人都能多一份注意 彻底杜绝家暴的发生 也期盼透过宣导 将防治家庭暴力的观念传递出去 加世民众的记忆 该如何有效防范 真正落实减少家庭暴力 让社会更加和谐美满 民意新闻 廖伟林 南投采访报道